欢迎收看韩剧成绩周报 资料来自韩国分析机构 Good Data的公布数据 接下来就一起跟着小编 掌握韩剧最新话题趋势吧 Top 10 玉石与座仪 剧情讲述莫名被提拔为玉石的美食家公子 以及在保守时代拥有破格思想的离婚女 在相遇后展开的古装搜查喜剧 本周迎来收视率3.410%的新低 不过两人重逢后难得的甜蜜时光 都去互动让人会心一笑 虽然在众多古装剧评比中处于下位圈 但轻松的剧情还是非常有抒压的效果 Top 9 忧郁症 作品话题度依然处于下位 不过目前收视呈现于形的回声趋势 反映出两位演员细腻的演技 正逐渐带来口碑 两人也双双在演员榜上亮相 四年后的剧情稍显轻快 每位成年后的学生 心境转变也都挺有亮点 不过女主还是碍于过往丑闻 让新房无法被打开 希望下周能找回当初沉醉解题的热情 Top 8 现正分手中 本周收视率还是起幅度不大 平均落在6.8% 虽然两人之间的情感 已经浓厚到了难分难舍的地步 但周遭亲友的劝阻 长辈们的情绪勒索 都让观众们跟着主角感到心累 剧情也逐渐变得狗血 不过也有观众骂越凶 作品就越火红的案例 希望在进入剧集的中后期阶段 整体热度也能被炒起来 Top 7 绅士与小姐 讲述为了自己的选择而寻找幸福的绅士 与贫穷家庭出身的小姐 相遇后发生的波澜壮阔故事 是一部合家观赏的长篇连续剧 虽然内容以家庭为主题 不过近期男女主角的爱情线 有着不输偶像剧的甜蜜互动 让收视率迎来33.6%的自身新高 持续坐稳收视冠军宝座 Top 6 智义山 有多少观众撑过首播特效复评 跟着作品一起登顶了呢 虽然以Happy Ending收尾 不过却遭网友评比为历代及烂尾 认为凶手的死和护灵园的苏醒 剧情都安排得很莫名其妙 其实以无线电视台来说 平均8.385%的收视可以算是前段班 但对比拥有强大制作阵容的配置 整体成绩确实是让不少观众略感失望 Top 5 恋目 蒋树出身就因女儿生而被遗弃的女子 为了顶替死去的双胞胎哥哥的王世子一职 女扮男装展开的宫廷爱情故事 宫斗戏份进入白热化阶段 让观众相当好奇编剧会如何编写 才能让每个角色都获得美好归宿 收视率也回温至9.4% 大结局开诚铺宫女人生 世子之味该如何解套 相信又会再度掀起话题度 Top 4 那年 我们的夏天 剧情讲述分手十年的恋人 因为高中拍摄的纪录片突然逆袭爆红 导致两人再次被强制召回摄影机前 带来久别重逢的最初悸动 两位演员继模女时隔三年合作 相爱相杀的化学反应依旧不减 双双在演员榜上亮相 话题度也得到第四名的好成绩 让首播获得了许多正面评价 Top 3 Happiness 大结局难得高甜砂糖 让收视率以4.185%创下新高 作品更打败多部热门影集 荣登推特年度热门韩剧榜第二名 虽然平心而论剧情仍有不少bug 但靠着信念和陪伴 抵抗并发的设定 传达出唯有爱才能战胜艰难 惊悚主题却意外温暖正向 放在后疫情时代的现今 看了特别有感触 Top 2 太宗李方远 故事描述在高丽王朝的衰败时期 站在朝鲜王朝建国最前线 建立一系列新制度的基础 朝鲜第三任君王 李方远的传记故事 首播就空降第二 收视率来到9.4% 以大合剧的标准来看不算高 不过作品在叙事节奏 以及画面拍摄的美感上 都极具传统历史剧的高水平 对于后期的成长趋势 还是相当看好 Top 1 衣袖红香边 本周又再度蝉联五周话题棒 以及三周演员榜一二位 收视率更创新高来到了10.9% 不过随着派戏斗争的内容增多 压缩了许多是孙何德任的感情戏 让部分观众开始感到不耐烦 不过好消息是 NBC决定将作品延长一集 以17集的分量让故事更加完善 相信后期爱情戏的分量也不会少的 以上就是12月份第二周的 韩剧话题度榜单 希望会有你正在追的作品 而下周也将有多部话题作品释出 相信又会让榜单刮起一阵旋风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可以按个喜欢 并订阅我的频道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